我們剛剛從千里迢迢的地方 吃完原住民甜點之後 你現在要帶我們來 這個是什麼 我們要去狩獵 去什麼 去狩獵 不是去超市買一買就好了嗎 超市買一買那就沒有感覺 就不好玩 不會 有時候牠買一送一的時候 還滿有感覺 買一送一 說不定我們等一下看到 兩隻動物在那邊幹嘛 然後就是買一送一的概念 你這邊真的有可以狩獵真的動物 好啦 不是真的動物了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身為一個南卡羅來納州的獵人 我們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射箭 你只是你年齡夠大 可以跟上爸爸的腳步進森林 你就可以去打獵 你就可以開始訓練一些拉弓 射牆 這裡就是一個森林步道 然後不只是一個靶在那邊 靶也有不同的形狀 你這個箭是你自己的嗎 這是我自己 都自備的 很厲害 這你從美國帶來的嗎 不可能 這是台灣買的 那你美國自己也有一個就對了 但是我有這個箭筒 這個箭筒是用什麼做的 這個是米露皮 你自己做的 我們家人那邊 我叔叔 我的叔叔幫我做的 對 米露嗎 它是米露 白尾鹿的腳 然後還有野生火雞的羽毛 在這裡 所以你是真的有狩獵過 在美國有吧 有 但是我是用槍 我在美國是用槍去打獵 好啦 那我們去看一下 你到底多會射 所以你之前在全明星有試過 對 但是不是射這種弓 那是射什麼 就是有長長一根 有瞄準器 而且不是這樣寫的 這叫做裸弓 沒有射這麼遠的 你要試一次看看嗎 我試... 試試看 對啊 試看看 漂亮啦 可以...有希望 這一鍵射出去就是 非常需要教練的意思 對 沒錯 我們歡迎教練 所以要怎麼... 什麼樣的技巧 我今天上來的時候 我的目標在前面 我就大概的位置 就是瞄到那個 就是指向目標 然後走下來的時候 同時 就是用劍來指示你的位置 就那麼簡單 上來一下 有耶 很有力 高了一點 為什麼是反過來 對啊 為什麼 它好可愛 但你竟然不要射到它 它不是等一下用的嗎 沒有 對 不是移動拔嗎 沒有... 那你們要誰要先 都可以 撿到之後不 撿到之後不 那是什麼 你贏了 你可以決定先攻或防攻 那我先好了 好 好 看起來先射老虎 差一點 差... 好可愛 好可愛喔 臭小貝 過來 差一點 差一點 都太高 差三 甚至那個更遠 對啊 那個超遠 那個超遠 對 你要射小男哥 好難喔 你三個都沒中 對 都沒中 動物會跑來跑去 比較難一點 賈斯汀 好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位置 真的 接下來遠的囉 超遠 有嗎 有 有... 很清脆的聲音 好啦 你們兩個比完了之後 假設低音樂勝一籌 你有信心想要跟教練比嗎 還是看教練表演就好 我有信心啊 真的嗎 可以啊 那要不然我們來一個加限時啊 10秒會不會太短 三個的話 教練是心呆 還是15秒 對 他等於很準 15秒 好...15秒... 15秒... 那你們要記一下 我來記一下... 計時 開始 差一點了 15秒很難耶 我跟你講 15秒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15秒很快喔 15秒計時 開始 差了5秒 大概10秒左右 1... 3...2... 兩位都非常厲害 打完獵之後我們要吃東西了吧 對 好餓 對 對啊 你餓了吧 我餓了... 那走吧... 今天這個每一家餐廳都跟你有關係 對 這一家餐廳剛好是 是美國跟新竹的結合 結合漢堡店 叫做Megle Punk 不會啦 你滿瘦的啊 叫美國胖 這我不想再瘦了 Megle Punk Megle Punk 是我夠胖還是美國的 I go punk I go punk 漢堡是怎樣可以結合新竹的 是吃美式還是吃一種台式 兩個都是 就是一樣是漢堡的概念 會有漢堡排啊 會有它的麵包 但是裡面的餡可能是 比較混合台湾的 對 對... 歡迎老闆 歡迎老闆 哈囉... 這個漢堡很誇張耶 真的 這個很猛烈 這個在美國可能都很少 有這樣子的起司的分量 算是一個美國的藝術品 是 我想說台灣沒有做類似的東西 對 然後新竹人他們又壓力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你就給他們更大的壓力 是一個抒發的窗口 二鏡循環的 對... 但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中間其實是夾了很多的肉跟蛋 這總共是有七層是不是 對 就是你吃下去大概是14層 因為七層蛋跟七層肉 因為他剛剛有講說 你們的漢堡是有結合 新竹在地的美食 對... 新竹在地美食 我能想到的就是 米粉跟貢丸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最著名的 延伸這個話題 然後把米粉用... 米粉跟貢丸用炸的方式下去做 這樣子 就是那個字 對... 炸它耶 那你的呢 它的話我比較... 因為我本身是工程師出身的 你就是壓力大那個 沒有 就是它的名字叫 那個豐臣甘苦人 那我就想說 他們就是都以麥干為主 就是來這邊可以吃一點 比較甜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店名比較有趣的是 我是用我奶奶 小時候給我的作曲 我們的店名叫 美國麵包 米粉 因為我奶奶不會念漢堡的台語 漢堡台語要怎麼講 對 漢堡的... 米粉 對 漢堡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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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長大以後 我才把它健身的 就是想說這個可以當成店名 我好想看你吃這個 對... 剛剛聊到那個 但是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對啊 不知道它那個是什麼 它是那個巧克力檢果醬 它吃起來就是有點甘苦甘苦的 甘苦人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純度越高的巧克力 它吃起來會比較苦一點 對... 然後我們就加上一點點 台南的甜 然後再加上一些堅果 在裡面 對 所以之前會甘苦甘苦 要吃我 喔 喔 起司 壓不低啦 你看 最多只能壓到這樣 對啊 汁都流出來 好浪費喔 要自己流出來 不行啦 那個汁都流出來了 那這個位置有建議怎麼說 就是把它倒下來 然後一層一層慢慢吃 那個... 滿重的耶 對 洋蔥 你把底下拿來吃肉 那個七層的蛋 二公斤肉 對 然後我幫你把這個肉 這樣 對 這樣吃 對... 其實正常人來的話 大概都是兩三個 唯一一個主別 他們去吃 其實它可以啦 就這樣一個 然後我們大家就一起分享 這樣拿一片 對... 那個起司 這裡面的肉好好吃喔 因為我們每天還是會自己 現打牛肉起來 這個米狗郎 它的漢堡肉如何 漢堡肉 OK 我很喜歡 它就是有一點 我們美國人很喜歡的Messi 很亂 但是我們就在亂中有好美味 它搭配它的蛋 它的蛋香氣也有蘸出來 然後搭配這個起司醬 對 這個起司醬是美國人我們超愛 這太過分了 對 很像 我發現工程師他們 其實我們一天大概 其實也可以買差不多 三到四個 對 就是他們 這個喔 對 他們蠻喜歡這種東西的 它肉蠻厲害的 多汁 而且那個肉的香味 烤出來 對 這已經很... 我們其實在選肉的商家的時候 其實有試過蠻多間 然後牛 他們飼養的方式 其實跟肉的成形方式有關係 怎麼樣 那中間的哨子是什麼 是芥末 對... 黃芥末 對 蜂蜜芥末醬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是棍丸 它就是豬肉排 炸的 對 因為棍丸其實就是用 豬肉醬下去蛋 然後它就是類似那種 方式下去做製作 只是我們覺得說 大家都用水煮的 沒有什麼意思 是 不如就是用炸的方式 我覺得它的米粉在裡面 扮演了非常棒的角色 就是說在你咬下去的那個 多了一個口感 就它沒有像平常的漢堡 這麼的無聊 Yeah 多一個層次 你巧克力醬也是流的超多 有沒有 而且它很大一塊洋蔥 那個聲音 還翹小拇指 表身優雅 你有吃到裡面有 就是一些堅果的那種 就是一粒一粒 但我有看到它一粒一粒 味道也會很奇怪嗎 因為一般想說 鹹的跟可可分加在一起 比較像是鹹甜中和 就像他講鹹甜中和 但是他又不會覺得 它是一道甜點 但是它因為裡面 還有包含這些生菜 還有番茄 起司 會中和掉它那個甜 然後又帶出它的鹹 肉排又帶出它的鹹 所以說是中和起來 巧克力醬是不是好像 第一次有這樣 因為它部分都是花生醬 我認為其實我們做餐飲料 還是要一直做一些 創新 創新 所以你搭配這個堅果殼的醬 讓它不會這麼膩 就很耐吃 對 然後他們又很喜歡 配可樂 對 就是一種 它喝起來已經很過癮 紓壓 對 它這個米粉是不是讓它口感 整個很加分 對啊 你會以為所以我們會有蔬菜 對 好加分喔 因為沒有 其實我會叫它用炸的是 其實我自己有想到 自己去吃一些 比較發殘的那種料理 他們其實都是炸一些 就是可能我們比較不欺眼的東西 但是它是可以提升整個味蕾的口感 就是義大利麵條拿去炸這一種 對... 好吃耶 真的很創意 超好吃的 對啊 好吃好吃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